直接写上收到的簡訊 因為真的太傻眼 一人黃小柔10號晚上 信用卡被莫名出現刷卡通知 被倒刷3000多元 讓他傻眼發文 已經不是第一次 黃小榮早在之前出國的時候 皮夾弄丟被倒刷幾百元 但是有及時停卡換卡處理 但今年1月份 一張從沒使用過的信用卡 又被倒刷3000多元 支店銀行停卡 把金額變成爭議額 還在處理當中 但是貨不擔心 在3月10號常用的信用卡 又被倒刷3000多元 但因為是常用的 所以黃小柔還沒停卡 但他困惑 這三次刷卡都沒收到OTP認證嗎 怎麼刷過的 刷的我怎麼可能找得到這個公司 而且他是在國外 他就說你可以email 不經過本人的同意就過了 那如果這個金額30萬呢 框核發文也引發網友留言說 可能是按道適用會自動扣款 或者是有些倒刷的手法就是沒有驗證碼 也能刷只能被動去停卡重新辦理 那像這是這種信用卡被倒刷的案件 通常起因都是民眾在公務網站 或者是其他地方填寫了自己的信用卡卡號 刑事局165也有公布高風險的網站 大家可以上去查看 刑事局也強調 如果要預防倒刷 平常不要隨便將資料留在網路上面 避免不肖人士破解後刷卡 從小金額開始 慢慢變成無法挽回的倒刷局面 TVBS新聞090晚安台北常常報導